台長你好 我想幫我媽媽問 1956年屬猴 1956年屬猴的 你想問什麼 她的身上有沒有靈性 你媽媽身體很不好 我告訴你 渾身痠痛 對 她有關節炎 腰也不好 而且心臟也不好 對 你去檢查還要排隊了 你在台檔這裡一分鐘 半分鐘幾秒鐘 對 她每次看醫生要等很久 我舉例子 她以為是 傻姑娘了 我是舉例子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你媽媽有一個 你媽媽就是你的外婆 還在不在 還在 還在是吧 那麼奶奶還在不在你的 就你爸爸的媽媽 還在不在 不在 不在是吧 我現在看見一個個子不高的 臉瘦瘦的 頭髮往後梳的 一個老太太 眼睛不大 鼻子蠻高的 在你媽媽身上 你去問問你媽媽 你去問問你媽媽這是不是像奶奶的樣子 好像是我爸爸 對 奶奶的樣子 你看 我剛剛描繪她說像她爸爸 然後她想起她奶奶 奶奶們 你爸爸是你奶奶生的呀 聽得懂 聽得懂 我說對不對啦 對 大姑娘 好啦 現在知道毛病了嗎 把你一找到根 念經一念掉 你媽媽身體馬上恢復好起來了 有靈性在身上好不起來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媽媽的關節都非常的差 對 她的盤骨已經動過手術 現在還在等 看見了嗎 看見了嗎 她要念多少張小房子 小房子要叫她念八十九張 八十九張 好嗎 而且你媽媽記憶力現在很差 對 頭髮掉得很厲害 對 她有吃藥 所以掉頭髮很厲害 看見了嗎 好啦 謝謝師傅 你現在知道幫你媽媽放生不啦 還沒有放生 你 我告訴你媽媽明年有個節啊 你媽媽明年幾歲啊 現在幾歲啊 三 六 九 六十啊 六十 明年六十 五十九歲 今年五十九 好啦 明年一個節 五十九可能是虛歲 明年是十歲 五十九 你媽媽有個節 聽得懂嗎 聽得懂 現在我看你媽媽右腎上長那個東西 右面的腰上長那個囊腫 你叫你 你的媽媽經常腰痠痛 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對 你趕緊叫你媽媽吃泉樹好不好 吃泉樹 能不能吃泉樹啦 我會勸她吃泉樹 什麼叫勸啊 你問她要命還是要吃荷啊 叫她吃泉樹 那我媽媽要放生多少條魚 兩三千條魚 兩三千條魚 三千條就可以了 OK 謝謝師傅 好嗎 可以 可以 謝謝 其實我還沒講了 她媽媽釣過兩個孩子 打過兩次胎的 阿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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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